好,今天我们来学二元一次联力方程式 我们要学的是代入消去法与加减消去法 这两种方法在国一的时候 同学都要很认真的去学 题目不难,但是在应用题的时候稍微小心计算 好,我们看一下 先认识方程式 什么是方程式? 方程式就是当一个位置数的等式里面有等号存在的 这种叫方程式 在一个方程式当中 有几个位置数就代表几个元 次数就是看最高次数为几次 最高次方为几次 我们举下面的例子来 下面的都是一次方程式 就可能是几元一次方程式 第一个例子是3x加2等于1 3x加2等于1 我们来看一下位置数一个,所以是一元 次数最高的是1 所以它是一元一次方程式 第二个题目是5x加2y等于3 5x加2y是两个位置数 二元,最高次数也是1 所以是二元一次 第三个是6p等于61 位置数一个p 最高次数1 所以它是一元一次方程式 第四个方程式是2x加3y加5z等于0 有几个位置数? 三个位置数 s,y,z 所以最高次数几次? 一次 所以它是三元一次方程式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方程式 什么是几元几次方程式 先了解一下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下列这些都不是一次方程式 那我们举第一个例子 s平方加2等于7 位置数是一个 那几次? 两次 所以它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第二个是3sz-2等于y sz还有y 所以它是三元 最高次数几次? 看一下这边是1跟1 两个要相加起来 乘起来细数 次方数要合起来算 是1加1是二次 所以它是三元二次方程式 第三个题目是 2s平方加z等于5 它有几个位置数? 两个位置数 最高次数是2 所以是2元二次方程式 最后一个是分次方程式 这个分次方程式 x不等于0 s要不等于0 所以若x等于0 它就不存在 没有1 分次方程式不是一元一次方程式 也不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这边 2元 它不是2元一次方程式 我们看 我们看 举例 什么是2元一次方程式 2元一次方程式 意思就是说 方程式中有几个位置数 两个 所以称为2元 而且位置数的次数都要一次 所以我们才称为2元一次方程式 所以可以印象 像下面这几个例子都是下面几个单独的都是2元一次方程式 2s等于3y s-5y等于5 2s加3y等于4 x-2y等于7 这些都是2元一次方程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重点是2元一次方程 2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什么是连立 把这个符号要懂得看一下 联合在一起了 把它连接在一起 要解xy的值 我们这样子写出来的话 这种方法就叫做连立方程式 把它联合立在一起了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解xy等于多少 所以两个2元一次方程式并列在一起的式子 我们就称为2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或者称为2元一次方程式 把这个名词记下来 好,现在既然我们有2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所以我们就要去解它的sy 解它的sy 这个2元解它的sy 那怎么去解 那我们就第一种教你的叫做用代入消去法 什么是代入消去法 就将2元一次连立方程式中的任何一次划减成 s等于ay加b 那你当然也可以写成y等于多少 y等于ax加 随便一个符号 as加c也可以,带进去也可以 那这个关系是从哪里 当然是从连立方程式那边得到的 不是乱写的 那举下面的例子 那我假如要用x等于ay加c 我当然会选择第二个来做 那把y就移到那边去 所以x就等于y加4 那带这个呢 带这个,带第一个呢 就是y会等于什么 2-2x 通常我们尽量用简单的来带 尽量,所以我这个式子会用2来带 那我们看,等一下我们就解这个方程式 在下一页我们就解这个连立方程式 那我们看代入消去法的步骤有 第一个将2元一次连立方程式化解成1元一次方程式 为什么叫这样 因为他把y或者x带掉了 已经看不到y y就带成看s 是不是只剩下1元了 1元了,1个位置数了 那有1个位置数就可以去什么 去解1元一次方程式 第二个步骤就解 然后求1位置数的值,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把位置数的值带入圆关系是1或2 去求另外一个位置数的值 不要忘记最后一个步骤很重要 要验算是否算出来答案是正确的 若不正确,赶快从头再解 这样是 那我们就接着就举这个例子 刚刚的例子在上面 怎么去解? 第一个我们由第二式去 带谁?带s s带谁?s带y加4 带到哪里去? 把它从第二式先设计成这样 然后带到第一式的x 带这个地方去 把s带这 所以你看两倍的y加4 再加上y等于2 所以把它展开 用分配率把它展开 得到2y加8加y等于2 接着简化 把式子简化 简化到最后是3y等于-6 3y等于-6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y等于-2 算出y来 是不是x还不知道呢? s不知道 你就可以带到这一个式子 x可以带回这一个式子 或x带回第1式都可以 那我们带第1式稍微计算复杂一点 就等于2s减2等于4 那2s等于4 那x就等于2 那你也可以带回第1式 带回第1式就是-2加4 也是等于2 看到没? 所以x等于2 y等于-2 是原来的连利方程式的解 那你最后写答的时候 就写x等于2 y等于-2 那我们可以带进去试试看 那你带x等于2 2减掉-2 a等于4 Bingo 成立 那你带第1式 4-2 也是等于2 Bingo 成立 所以带任何式子都成立 我们第二种式子我们来练习的是加减销区法 去解二元一次连利方程式 什么是加减销区法 加减销区法就是将连利方程式两个式子的一个位置 系数透过同号 透过同层某数变成一样 就意思说把系数变成一样 你看这边的题目 3y跟3y系数是不是一样 但是它的正负值不一样 对不对 它前面的运算符号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 系数一样 我们这边要不要 这边事实上就乘1乘1 就系数一样 左边乘1乘1 但这样乘1乘1就不用乘 直接就去解了 我们将举这个例子 然后将两个式子相加或相减 相减或相加 同号的时候就要相减 像这个题目是什么 1号 1号要用相加 把这一加掉 一加掉 把这两个一加 是不是抵消 就可以得减 我们等下下面的例子我们再来看 加减销区法的步骤 就将两个方程式的位置数 同称某数变成一样 第二个 将两个式子相加 或者是相减 相减相加 剩下一个位置数 就可以去解来了 那当然 第三个也要带入去 带入1带入2去解 最后还是要验算 解是否正确 那带入我们已经在上面讲过了 所以带入法的方式 把算出来的答案 带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解下面的例子 第一个先观察一二两次 发现 你们看到 发现正3y跟负3y的系数一样 而且它们互为相反数 互为相反数有一个性质 ab互为相反数 a加b会等于0 你看正3y加3y是不是等于0 这两个是不是抵消了 所以我们就把1跟2相加 就会位置数y就会消掉了 因此1四加2是可以得到什么 你看列出来这两个抵消 这边是不是没有了 0 对不对 那把2这个2加5要加起来 2x加5x 2x加5x是不是得到7x 不要忘记右边也要做加 等号的右边也要加 33加9是不是42 意思就是要减7x等于42 那就是用等量公里 那x就等于42除以7x等于6 x等于6 x等于6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x等于6你可以带入第一次或带入第二次 我们不是讲过了 带入第二次 所以我们这边将x带入第一次得到什么 把这个x带6进去 x带6进去 是不是在这边 所以2x加3y等于33 减化一下 减化一下 把它移过移向过去 3y就等于33-12 是不是等于21 那再用等量公里 那y就等于21除3等于7 最后要验算一下 验算一下将6跟s6 y等于7带进去 看一下等号有没有成立 等号都成立 所以答案的解就完成了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讲的 用什么方法解 用加减消去法 老师到底要用加减消去法 还是带入消去法 原则上 它的形式已经可以让你用带入的方法 你就用带入 假如没有 我觉得是用加减消去法 会比带入消去法会比较好做 所以这个两种式子都可以应用 同学自己要判断 到底哪一种方法好用 然后用哪一种式子 希望大家能够在计算题目的时候 得心应手 那最难的题目还是在应用题 要会学会去阅读解题 然后把它划成 典力方程解的式子去解题 所以我们今天只是介绍一些基本的运算 但是连利应用式子 我们以后再举例子给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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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